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领导人面对面的互动是外交的关键部分 尤其是在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套用武迪艾伦的话说 生活的百分之九十就是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北京和华盛顿 在谁对世界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而这种竞争则将世界带到了新冷战的边缘 习近平在近十年前掌权以来 中国在元首海外旅行和国内接待世界领导人的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 此前华尔街网报引述相关研究 向您介绍 2013年到2019年习近平平均每年外访十四点三次访问九点七个国家 而相比之下川普前总统平均每年出访十二点三次访问八个国家 而其前任奥巴马平均每年出访十三点九次访问七点四个国家 在二零一九年底病毒大爆发之前 华盛顿在外国领导人的年度访问方面要落后 北京很多 随着北京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增长 北京不断推进其全球野心 习近平平均每年接待八十六点九位世界领导人 明显高于奥巴马的五十六点五位 还有川普的二十七点三位 而当时研究者总结表示 川普的孤立主义反全球化的美国优先做法 意味着美国从来没有如此不受欢迎 而当中国的外交活动 特别是高层外交活动 在疫情大流行后戛然而止时 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从二月以来习近平就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在北京亲自会见过任何外国领导人 除了暗示政治上的考虑 比如需要把病毒挡在首都之外 官方还没有对这样的变化做出解释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抓住机会 他甚至面对面会谈的重要性 他说国际关系中所有政治都是个人的 卖交归根结底是关于信任 这是他在二零一三年访问首尔时曾经说过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前往以内部权力交涉而闻名的度假圣地北戴河 进行年度务须会议时 美国高级官员却发起了另外一场魅力攻势 以赢得中国的亚洲邻国的支持 就在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和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新加坡 菲律宾和越南的几天后 白宫有宣布副总统哈里斯很快将访问越南和新加坡 而在领导层几乎没有亲身互动的情况下 北京可能需要提出一些想法 鉴于习近平的政治主导地位 与中国领导人的个人交流 长期以来一直被世界各地视为与北京打交道时不可或缺的因素 尽管中国高级外交官杨洁篪和王毅经常外访 但是习近平很难被取代 特别是当世界考虑如何应对病毒之际 再为您关注的是财经金融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随着在美国上市的障碍越来越多 渴望获得外国资本的中国初创企业 现在越来越多地转向香港 但是并不是每家公司都可以成功上市 而那些上市的公司可能不得不接受相对较低的估值 文章介绍香港交易结算所 有限公司对上市的公司要求要比纽约严格的多 可能陷入在港股上市困境的公司 包括没有盈利的初创公司 比如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 或者是包括在法律灰色地带运营的轿车行业的公司 以滴滴为例 他在美国的上市就引发了政府一连串的监管 知情人士表示 这一家有软银支持的服务巨头 在决定美国上市之前曾经探讨过香港上市的可行性 但是因为中国对企业车辆司机有很多复杂的许可规范 滴滴很难满足香港的要求 而他较小的竞争对手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 当公司在十月申请在香港上市时 交易所对其是否符合中国当地法规的质疑 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癥结 而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要求全面披露风险 分析者指出香港监管机构在批准IPO时采取的是一种家长式的做法 而在某些方面交易所争辩得更加严厉 比如香港交易所将提高主板上市的年度利润要求 并且要打击可疑的IPO活动 比如夸大市值等 但是又迹象表明 中国政府在全面修订外国IPO规则时 不会要求在香港上市的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 这对于香港来说是吸引力增加的因素 也有许多人猜测 加强审查将被用来结束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洪流 特别是控制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司 在美国方面监管要求在签署上市前进行有关披露 而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的一些物流配运公司已经在权衡 将其在美国IPO改到香港进行 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公司来说 转换地点上市是十分艰难的 无人驾驶初创企业曾经讨论过在美国上市的计划 在获得香港IPO的资格之前 他们可能还得依靠私人资金再过几年 同时有一些中国初创企业缺乏明确的上市前景 可能会让全球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公司望而却步 分析者表示现在出现了胃口降温的迹象 有一些投资者已经在卸载来自自己跳动 还有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私人股份 自己跳动此前表示 努力遵守上市前的数据安全要求 同时由于北京对于腾讯和阿里的打压 也使得这个行业的估值有所下降 传统金融公司的盈利倍数将使得蚂蚁的价值 在二百九十到一千一百五十亿美元之间远远低于其去年的估值三千二百亿元 而在本周腾讯的股票也进一步承压 今年以来已下跌百分之十九 阿里在香港则下滑了百分之十七 现在许多初创企业在面对监管时 需要避免筹集新的资金 让估值也变得更加难以衡量 纽约的估值通常高于香港 部分原因是美国市场提供了更深的流动性和更大的投资者群体 分析表示如果公司在香港上市 可能得不到在美国上市那样高的估值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批准了对于台湾的首次军售 这笔价值可能是七点五亿美元 根据国务院周三向国会发出的通知 协议要求向台湾出售四十辆新的M109自行流炮弹 还有将近一千七百套将射弹转换成更精确GPS制导弹的有关套件 尼仪的销售还需要经过国会的审查程序 然后通过台湾和承包商之间的谈判 之后再签署合同并且确定交付时间 尽管尼仪的销售在范围上并不算大 在提供的武器装备上也并不十分雄心勃勃 但是预料肯定会受到中国的谴责 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且表示不排除在寻求统一的过程中使用武力 就在二0二0年中国战机已有八十七天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南部 比前五年的总和还要多 今年更是超过了这个数字 这项交易不仅包括武器平台和精确制导套件 还包括后勤和维持设备 而最新的一揽子军售计划则是川普政府最后一年批准多项对台军售之后所进行的 当时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六十六架新型F16Block 70飞机 还有二十四亿美元的波音公司用于沿海防御的鱼叉反舰弹导弹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防疫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各地的官员被告知要把阻止疫情Delta变体传播作为首要任务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周三在北京举行的大流行病防空会议上表示情况仍然不稳定 暗示传播没有得到控制 根据来自新华社的报道 他当时说全国不同地区出现了多起疫情发展趋势仍不确定 与他上周末在南京的讲话相比 他的评论更加谨慎 南京是最新疫情的焦点 在当时他把疫情描述为可控 他表示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把预防和控制大流行病放在首位 确保指挥系统能够二十四个小时连续运作 官员们必须在没有感染时就紧紧抓住预防工作 一旦发现确诊病例就必须果断采取工作 而说到美国方面 根据来自路透社引述白宫官员的说法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计划要求几乎所有到访美国的外国游客必须全面接种疫苗 官员表示由于病例数不断增加 而且凋踏变体具有高度传染性 白宫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取消旅行限制 在上个月路透社报道表示 白宫正在考虑要求外国旅客接种疫苗 作为有关于放宽旅行限制讨论的一部分